1946年1月21日深夜 一只国民党工兵 悄悄地开进了南京梅花山 他们此行并不是执行什么军事任务 而是挖掘一个人的坟墓 几分钟后 一处墓地内传来几声巨响 工兵们炸开了一处坟墓 最后纯木主人的遗体 被运至南京清凉山风化 骨灰也被丢弃在了水沟里 从此尸骨无存 以后落得如此下场 这个人真是第一号大韩奸 汪精卫 说起汪精卫 我想知道大家对这个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你们说的对 不过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他的本名叫汪兆明 笔名精卫 早年间他曾到日本留学 因此结识了孙中山先生 之后加入了同盟会 在同盟会创办之初 他还是章诚的起草人质 凭借着上家的口才和文笔 很快就成为了孙中山的左右手 不论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演说 还是北上宣言都是出自他的手 甚至孙中山去世前留下的遗嘱都是由他代表 可令人唏嘘的是 多年之后他却成了中国第一号大汉奸 并且于1944年刻死在日本 汪精卫又是如何走上汉奸这条不归路的 今天我们将一起去探寻一段 有关汪精卫汉奸之路的局面